有一位老先生说过 没有垃圾的遗址 只要清理得好了 这样的话我才觉得 能对得起这个遗址 马俊才 从事考古工作三十多年 他主持发掘的遗址 从新时期时代 跨越到清代和民国 所以有人戏称 我是挖通了中国历史 从入行起 马俊才所到之处 几乎都有重大发现 业内最重要的评选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他所主持发掘的遗址 已经五次上班 获奖次数并列全国第一 有一些同事都说 我是个副将 到哪儿挖哪儿都是好的遗址 说我的手气好 这倒是事实 但是来说 完全是运气 这有点冤枉人 这里是南洋黄山遗址 距今七千多年到四千多年 来自黄河中游的养勺文化 与来自长江中游的 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 在此交汇 发展 华夏先民的活动 留下了数十个土层堆积 形成一眼望穿三千年的奇观 我们的同事 包括一些很著名的考古学家 来这看到现场 这个层层叠叠都感到震撼 不仅层层叠压 而且每一层都极薄 大都只有十几厘米厚 层与层之间还相互打破 这就意味着 发觉是稍有无甚 就会混淆 遗漏重要历史信息 甚至对遗址造成无法挽回的破坏 黄山遗址的话 也是我同业这三十几年 碰到的最复杂 最富裕想象力的这个遗址 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马俊才团队经过两年的勘探和准备 从2018年开始 在黄山遗址小心翼翼地发掘 以前我们的老技工 就是一个人可以挖五个方 十个方都没问题的 在这个地方挖半个方 头发都快出白了 就是不要刮嫩狠 叫做轻浮大地的感觉 就跟这戳澡一样 你看见结构了就行了 包括咱们清理的注意 有时候就那一小层皮 这是很关键的 考古队员轻浮大地 大地也报以惊喜 这是一批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墓葬 墓制棺果在地下埋藏了四五千年之后 早已腐朽成灰 几乎与泥土混为一体 清出来这个棺果就是很难的 几乎都没有 我正在给我们的队员讲 只要我来看 你们清的都是灰 把腐朽成灰的墓制遗物 变得清晰可见 是对考古发掘技术的极大挑战 但马俊才却并不担心 因为早在十几年前的一次发掘工作中 他就经历过类似的考验 我身后的这个是新增正寒故城的中置型大墓 又叫正宫大墓 我们在南北墓道里面就发现了44辆 叫朽成灰痕的车辆 车马坑是在考古界发掘里面 它是个大活 有马的话还是比较好辨认 但是只有车的话 它就和土混在一块的 非常难辨认 区分马车和泥土的唯一线索 是木质车身留下的灰化痕迹 但因为年代久远 车身痕迹和泥土的颜色相差无几 通过细致的观察和推理 马俊才在泥土中 找到了类似植物纤维的结构 凭借这一细节 一场如同蚂蚁搬家的清理工作 开始了 那么就一点一点地拿那个小竹签 这样挑的 然后那个小铲子啊 就是轻轻地刮 经过整整十二个月的精鲜发掘 马车的木构件清晰可见 就连车棚上的木条 藤条的痕迹也根根分明 深迈地下2400多年的车鱼 马匹 复活了 这让马俊才的车马坑团队一战成名 全国的车马坑重要的都请他们过去 这两天那个河北一个商代的车马坑 不然要抓紧过去或这些等等 咱们的采访结束 在此前的经验基础上 马骏才继续提高发掘技术标准 半年之后 这批木葬逐渐显现出5000多年前的原貌 每一个棺谷的形质都轮廓分明 其中一个疑似部落首领的豪华大木 极有可能是揭开部落秘密的关键所在 因此受到考古队的格外重视 我所在的坑 它是我们目前的说黄山遗址发现的 最大的曲家领的墓葬 关内我们发现的这个墓主人的遗骸 和他大量的随障品 主要有两把权杖 一把藏弓 三口的骨质箭头的剑杆 经过数千年的歧视 和木质棺果一样 这些木质剑杆早已腐烂 只保留了细微的绘画痕迹 而马俊才的眼睛仿佛自带放大镜 它化成土之后 纤维也是一点一点的 但是那个方向一定是顺着的 我们大量地把那个棺都清出来了 另外把那个弓箭 弓痕和那个剑杆这痕 这些都清出来了 填补了咱们考古清理领域的一些空白 棺果和剑杆的清理固然喜忍 但更让马俊才兴奋的是 大木出土的这批京士文物里 还有几件每个中国人都喜欢的宝贝 将这个木最大的特色 就是这个四把玉月 这四把玉月它泛的锅立光 说明当时的抛光工艺也是非常的高级的 发源于新世纪时代早期的玉文化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北的红山文化 长江流域的梁主文化和林家滩文化 这些史先遗址都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 但恰恰是咱们中原地区和江汉地区 在新世纪时代几乎没什么玉器 这些泛着玻璃光的玉月 填补了中原地区 新世纪时代玉器出土的空白 但马俊才的思考远不止于此 位于黄山遗址西南方向约五公里的独山 自古就是著名的玉室产地 在新世纪时代的诸多遗址中 都有独山玉的身影 我站的位置就是一个骨矿洞 古人就在这里面 如果挖到很大的像这一块 那就挖不动了 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新世纪时代 他们主要采选的基本上是五六十斤 最多是百八十斤的这些玉石料 经过鉴定 黄山遗址出土的玉月等玉器 也是由独山玉模制而成 黄山遗址里还有更多的玉器吗 黄山和独山到底什么关系呢 关于玉石产地 运输 加工的一系列问题 还需要慢慢通过考古发掘来解开 做夯土 怎么叫夯土 你找不出夯物来光说是夯土 一般的人呢 干考古的就十个人 大概九个人都认不出来 在田野发掘过程中 考古队员往往通过寻找夯土 来确定古代建筑的位置 而确认是否为夯土 找到夯窝是关键 但即便是专业的考古队员 要想精准地土中找土 也并不轻松 这个啥字应该是 像我这个画 你看 我这个是 我画出来的时候你就看得很像 因为这是打了半截的航空 细节决定成呗 另外首先你还得有个想法 你知道它咋形成的 又经过一年多的西线发掘 在曲家岭文化时期的墓葬之下 一片平整的夯土地面上 出现了加工玉器的磨石工具 通过小铲刀小刷子 马俊菜团队仿佛打开了时空之门 像我眼前的这是个磨石 这是个石磨球 我们当时就发现了这些磨石 很有规律的摆放 并且还发现有磨石的沙僵痕迹 这里面还发现五件独山鱼的半生品 然后就是成套的生活用的袄器 城组的房屋遗址 推拉门道 木骨泥墙 红烧土都清晰可见 室内的炉台 工作台 以及散落的石钻头 立石 磨石墩 生动再现了玉器制作流程 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 就是房居列宜子 这个就是前房后居 这些完整的房居式建筑 两万多件治愈工具 一百多件玉器 完好保留了养韶文化时期的建筑 技术和日常生活细节 堪称一处庞贝式的史前玉器制作工房遗存 玉器制作工房的发现 验证了马俊才之前的一系列判断 我所在的就是黄山遗址的小山的顶台的上面 那么就在它的西边是个港地 西边的港地上面还是遗址 在这个遗址的中间呢 修了一条人工的运河 它是直接就是奔到独山脚下了 在东边就是这么南洋的母亲河 白河 白河内盛产的石英砂 和这各种各样的砂颜色的模具 从墓葬中出土的玉器出发 结合附近的产地推测 经过耐心细致的发掘 马俊才团队找到了六千多年前的玉石作坊 以及连接玉石产地的运河和码头 我经常和我们的同事啊 特别是我的队员在讲啊 看考古啊 这一定要是吃着碗里 看着锅里边 这个眼睛啊 你还得撒嘛 就多在外面的 但是考古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古代社会 一个灰坑 一个水井 或者一小片文化城 它不是孤立的 那是古人的活度 黄山遗址有如此发达的手工业 肯定需要不少劳动力 他们如何生活 带着这样的思路 马俊才又找到了五千多年前的粮仓 步步推理 层层剥茧 黄山遗址的发现 涉及到衣 石 柱 形 各个方面 让它成为一座 一眼史前三千年的考古奇观 这些丰富的遗址遗迹 让黄山遗址 无可争议地入选2021年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这是马俊才从业三十多年来 主持发掘的遗址 第五次荣获设益荣誉 专家认为 黄山遗址填补了中原地区 和江汉平原的 新石器时代 玉器制作的历史空白 前房后居的房居式建筑群 是国内保存最好的史前建筑之一 而与荣誉相比 马俊才更在乎的是首产下的遗迹 以及如何更细致地 保护好先民留给我们的 珍贵遗产 时值六月 盲众将至 和日出而作的当地农民一样 陶四八堵小队 也要下地干活了 莫愧来了啊 邓文也来了啊 大家都来了啊 各就各位各就各位 这位 这位 多爱吃多些头啊 凡是花土的坑都有名堂 因为它是人为道洞的嘛 这是谁的 我在家 他的 他的啊 这家伙还头翔壮啊 我估计是被捆到这儿了 哎呀 你看这牙多年轻 比我多年轻的哥们儿 土坑里的这位 他是谁 高队长师 这可以不了吗 不行 绝术冤博 酒量也好 成果也比较突出 觉得满意 我知道 好 没有架子 架材吧 这是个拳材 然后他就像老夫妻一样 最多的一点啊 他的心眼比较善 他就是高江涛 山西陶寺已指考古队领队 冒魁说的是队长 听队长的话 我就像是这个家里的 大哥哥一样啊 当然把我说得年轻了啊 他们有可能叫我老头啊 也熟了啊 很快我们就要收麦子 这个名叫陶寺的小村庄 位于山西南部的林本本地 一九五零年代 发现了大量史前陶片 一九七八年 陶寺遗址正式开始发掘 经过几代考古人的滋滋探索 显露王者之气的国宝文物 不断灭世 一座沉睡了四千多年 面积堪比四个故宫的大城 也逐渐浮现出了它的基本路况 故事传说中 靖南属于花夏先祖 摇地的摩托区 因而在中发文明太原工程 这个四千多年前的史前都立 被视作求证 摇顺时代历史 重要移植 出来了啊 漂亮 我得好好录录 接下来接下来 2004年 陶寺考古队发掘出了观像台机制 这是迄今发现的 世界上最早的观像台 博士研究生高江涛 当时正在陶寺实习 他亲手发掘出了观像台的观测点 我印象很深 当我俩拿在手上一挂呢 花土和夯土之间 不是有线吗 我当时就 说呀 这肯定是重要现象 考古它有它自己的专业魅力的 不断地会有一些新发现 在吸引你 十年之后 高江涛接任陶寺考古队领队 他们先是确定了一个 13万平方米的工程 最近几年 发现了一座面积近8000平方米的 宫殿机制 宫殿隐藏着一座都役的核心信息 陶寺遗址到底是不是传说中的遥都 宫殿区域的文物和遗迹 或将成为关键证据 今年春天开始 考古队沿着宫殿区一号建筑的边缘 继续向外发掘 经过探测 高江涛又有了新发现 清理表土是发掘的第一步 完成这项工作的民工大都来自陶寺村 实际上是我们考古队是离不开他们的 他是做的是最基础的工作 除了重力以外 需要一些其他的一些收入的 表土清完之后 需要仔细刮面分辨 确定具体的发掘范围 看这个块多明显 这小鹿你负责这个 小花女孩这个 接下来 该年轻队员们上手了 找这个线区呢 每下一层要找它的编辑 也就需要先细心 年轻队员一旦遇见问题 拥有四十多年田野发掘经验的冯老师 就会出现 别要这么做成绩啊 好 那孩子一看你这些 把这不着 用传帮带的传统 没有保留的去教他们 跟我们干了都很多年了 所以我有时候 都成了老革命啊 冯老师他能力很强 很多方面是仰仗他的 那现在至少 三个粒 再提起来看看这边还有其他的细节的小东西没有 都到时候画图的时候都在边上写上 我能到晚年遇到江涛 这是我的福气 他和我就像兄弟一样 改操心的我就不通过它 改干扰我就干了 老革命和年轻人齐心协力 陆续出土了一批重要的史前生活用品 还真不少呢 三件粒了吧 对吧 一个小粒 俩大粒 粒就是以前煮饭的锅 就这个粒 而在另外一个发掘坑 考古队发现了一具猪骨架 那就先把这个猪头给去了吧 带着碳素的眼光去弄啊 不是简单取它的 猪在当时是财富的体现 也是重要的祭祀品 我实际上是和他是有交流的 你怎么被放在了这里 你是多探年龄 你是怎么被杀掉的 你有没有疗牙呢 我们是不是像在破案 虽然太厉害 看这牙齿见不见 只有你和他有交流的时候 你才会有细微的发现 咋画呢 真是 对于新队员来说 幽默和善的高老师 有时候也很严厉 为什么课 因为老师说 把这个当作一个考核 说每个人都要画一个淘气 本来心理压力就挺大 还要考核 今天的考古工作中 数字化采集已被普遍应用 但高江涛依然要求队员进行手绘 有很多工地 基本上就是已经脱离了手绘 但是我还坚持两种 既有手绘的材料 又有电脑的材料 因为你现代技术啪啪啪一照就行了 脑子不需要思考的 但是你在传统的这个绘图的时候 它需要一个线条 一个数据 一个数据的去做 它会在这个细节上会思考 这个耳朵这块 它宽度 你说话宽了 你这样子看 它其实这个宽度很窄 这块宽一点 就是接口处宽一点 考古队在田野发掘期间 一般没有周末和节假日 只有下雨天 才能名正言顺地休息 下雨天我们最喜欢下雨天 高队长今天变身高师傅 但烧烤水平 发挥得不够稳定 不熟 不熟带烤 上手啊 上菜 继续上 我们吃完了 再继续上 干杯 考古队 尽管是一个单位 但是更像一个大家庭 我就像这个家里的大哥哥一样 大安把我说得年轻了 他们也可能叫我老头 年年有今日 岁岁有今朝 雨过天晴 发掘继续 高江涛收到了一条 让他兴奋的消息 我在下面我一会过去 等于又有什么样的发现 就是上面嘛 上面那个机子坑 那不是把那个猪骨给去掉了吗 结果猪骨的下面 有一个小孩的骨头 小孩的骨头是下面是那个大人的骨头 这家是复杂了 这个老硬的这 它可能是一家三口 人的心看起来吓人 但对考古队员来说 几千年之前的人 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是难得一遇的争论 可能是第一次发掘吧 他们都说有新手关环 因为这个遗址 不怎么出人过 作为今年刚入职的零零号队员 面对这些送给新手的礼物 郭嘉诚既兴奋又紧张 捏手捏脚 我害他做过了 然后就特别着急 因为他知道我可能没有接触过这个 他就像老父亲一样 在等我旁边的男为我说没事 慢慢来 首先要有个精细化的大街 每天都在做一点点工作 把这个全部展现出来 这是一场持久的考验 不停考验着考古人的认警 耐心和智慧 祭祀坑内的复杂遗迹形象 越来越清晰 这个祭祀坑 至少有两次 不同时期的一个祭祀 上层的珠骨架 以及陶器提取之后 下层叠压的三聚人骨 也逐渐显露出来 人骨还有明显的绑腹痕迹 高江涛推测 宫殿区在奠基时 发生过重要的祭祀活动 那边还有一个小栗 边上一二三 尤其这里边就东西 而在另外一个发掘坑里 一个半地学士的建筑 也露出原来的面貌 日常用具摆放有序 生活场景栩栩如涩 我工作在这儿 挖掘了四十年了 他们遇到过这么好的一座房 这座房子的主人 应该是遇到一个 非常突发的一个事件 他们离开得很仓俗 四千多年前 华夏先祖的生活状态 正一产一产地 在考古人的手里复活 这座房子的生活状态